大家好我是蕃蕃 我們這一集要玩的是帕路奇亞 我們要帶了大白寶玉 讓他變成奇緣型態 而且只要攜帶大白寶玉的話 我們水系還有龍系的招式 威力會再提升20% 所以我們知道太金水粥噴水泡 是有2.4倍的屬性加成 非常可怕 然後還帶了重力 因為我們上面三招 沒有一招命中是100的 零射則是單純拿來加速度的 同率值的部分 特攻速度252 性格是膽小 那我們先出超能妙妙 我們超妙妙也是有配重力的 這樣帕路奇亞就可以不用自己開 最後一隻蘋果龍 兩個重力手 蘋果龍是一定得上的 那就是一隻雷基愛樂奇 雷基愛樂奇的話 我們就先開個廣牆啦 噢 這些手蕃蕃蕃噴過來 每過半 拿生命寶珠 那可以啦 我們這樣子的話 反射幣也按一按吧 然後最後重力按下去之後 就可以送掉超能妙妙了 好 它是福特替換 這樣也可以 猛惡谷喔 哇 是古代活性啦 缺近能量的 這樣子的話我們要先上個蘋果龍好了 蛤 它有蘑菇包子啊 那我們其實可以先龍之舞一次啦 我不相信它可以秒掉我 不可能 噢 突襲 現在是打突襲的 突襲我也不會死吧 我們要反射幣呢 沒事 我們這邊 一次龍之舞就夠了 可以開扁了 直接來個龍之輔衝啊 好 不打突襲了 龍之輔衝直接秒掉猛惡谷 有夠痛 花療緩緩喔 沒事 它雖然這個吸血之吻 優先度加3 但是 是不會被秒的吧 我不是有光牆嗎 這樣會死 怎麼會這樣 我想說 太金花應該不用按捏 怎麼會這樣 哇哩咧 這裡 打我們這麼痛喔 那我看這個太金花不能不按了耶 太金水賊水泡開噴了啦 光牆還有兩回合啊 欸 這一下就很癢了 OK 水泡好命中 2.4倍屬性加成 直接秒掉花量緩緩 好痛喔 直太金水變成被雷吉艾爾奇打2倍啦 不過 它其實特攻沒這麼高 我是覺得不會死啦 我們就打 亞空獵斬 因為現在重力是沒了 喔唷 成組了 蛤? 10%麻痺? 欸 乖乖的捏 喔 好險有中 好險沒有不能動 最好四張都可以麻痺啦 那就感謝指教啦 那我們一樣先上超能喵喵啦 我感覺怕陸奇亞 太金水打水泡有機會秒掉鳳王 然後最後一隻一樣可以出蘋果龍 我就隊友第一隻鳳王 那我們先打個反射壁啦 那因為二座巨之星的關係 我們變化招式優先度加1啦 所以都可以比對手先出 反正之火喔 但是 沒有夥伴 那我們就可以先打個電磁波 有機會讓他一直麻痺 那還是可以撞 沒關係啦 那我們就重力吧 重力之後就可以送掉了 然後交給帕陸奇亞 直接開一筆 我們怕陸奇亞上來可以先零射一下啦 加個速度 因為現在是有反射壁在的 他打我們 是打不死的 或是他可能會換人 那我們只要兩次零射之後就可以超車爭議吧 沒換人 沒換人 不過會降防禦啦 就被他打過得比較痛一點 好 打地震 呃 怎麼要害 吐了 要害無視反射壁 那不行啦 這邊要 要打過去了 欸 OK 水炮 他不太精化欸 奇怪 他真的以為撐得住我 不過被要害一個剩11滴 我看也是很危險 那土地雲 土地雲這邊上來 感覺就是會太精化 太精水的機會是有的 因為他要 連防冰招 所以我們這邊打亞空獵斬吧 亞空獵斬也是有機會直接秒掉土地雲的啊 哎呀 是太精飛行 不過也還是有機會秒掉吧 亞空獵斬 好啊 欸 還有差一點 不過他這種應該是講究系列啦 就是一定只能打過來 所以我們蘋果龍有突襲 不會打出他 通常他是不知道我有突襲啦 我們就直接打 OK 成功收掉土地雲 這邊重力敷衍啦 那因為我們特性是活力 加上龍之斧 補充命中率是有一點低 不過他是武道雄獅的話 是可以打萬有引力啦 但是這個命中率是相當於80 所以打過去好了啦 一發就可以送他回家 唉唷 我比他快 唉唷 沒死 他是玩耐久的啦 所以我比他快 很少人 可以被打兩倍還撐住了耶 好 而且因為現在反射壁還在 這尾盒才不見 所以我不會死 那遊戲結束啦 只要打中的話就好 拜託 欸 投降了 那就感謝指教啦 他不知道我有機會miss啊 好 我這種前面懸角畫面 沒錄到啦 不過我相信大家是不會介意的吧 一隻河馬獸 河馬獸的話應該是會先丟引擎 所以我有點想要 直接先讓帕路奇亞上來 我們一發水砲 河馬獸是頂不住的啊 我們太精化都不用按了 果然是隱形眼 果然是隱形眼 唉呦 怎麼沒打到啦 我這樣下去上來 又要踩到隱形眼 唉呦 喂呀 好啦 先上超人喵喵啦 好 結果他也換人 不是選擇連續打哈欠啦 啊 長想要上場 沒事 沒事 那我們先反射臂 雖然他這個長想看起來是有劍 唉呦 不見五這隻獸掌 那可以喔 OK的 那我們打電磁波拉 拜託 先撐住一下 再撐住一發 然後讓我們打重力 或是他麻痺不能動也可以 可以 哎呀 死了 如果我們這邊怕洛奇亞上來啦 一發水砲應該是可以收掉長想 太精化按一下就可以啦 長想會滿血喔 好像也不一定耶 來啦 直接來一炮 來啦 直接來一炮 唉呦 要害 可以啊 直接秒掉長想 唉呦 越越雄 哇 越越雄的話一定是會太精化了 不知道秒不秒得掉啦 我們還是一樣繼續打水砲 應該是太精一般啦 唉呦 沒死 血肉會死嗎 唉呦 好痛喔 唉呦 如果前面有先收掉河馬獸的話 其實這邊 參念任鬼上場已經 那河馬獸還在 我們參念任鬼好像會打不贏 你也只能毀念劍了啦 看能不能把血吸回來 看能不能把血吸回來 唉呦 是打真空波喔 這樣子的話我們 可能貪劍武會比較好 貪一手劍武 那我們就兩接攻擊去對付他的河馬獸了 我也沒想到他是這樣子打真空波啦 他應該是有大力之力的 那河馬獸怎麼是滿血啦 零燒 只能燒燒看啦 唉呦 好癢喔 可是我剛才如果是貪一手劍武的話 這邊也許有機會贏嗎 不會不一定啦 被多打一下真空波 好像也不會 那沒辦法啦 這邊只能投降啦 那就感謝指教啦 這把我們先上土王吧 他有可能首發賽富豪 那土王也可以打他的仙子一步 然後持火吧 這位是蘋果龍好了 蘋果龍只要可以龍之舞強化一次 也是有辦法穿山的 第一隻真是賽富豪 那我們就直接地震打過去啦 因為他有可能會有戲法 而且我是詭計的欸 好貪心喔 哎呀 地震沒過半 他好像只能繼續打了 看一球 OK 打我也沒過半 沒降特法 可以 他殘血了 所以我們可以丟個銀行眼啦 因為他有快龍 還有 惡鬼碰 所以我們丟完之後 就算被他收掉也沒關係 反正我們 哈魯蝦速度是比賽富豪快的 哎唷 他有自我再生喔 自我再生鬼祭 掏金草暗影球吧 沒差 我們這邊就一直地震就好了 一直耗他的血量 掏金草 我沒死 沒差 我們這邊就繼續地震啦 看他是要自我再生還是把我收掉都可以 因為土王已經可以送掉了 然後直接收掉土王也是可以啦 我們怕陸奇亞直接上場 我們先重力增加命重力好了 他現在是收不掉我的 好 暗影球 沒有很痛 那我們這邊零射 射一個生命加速度好了 也太癢了吧 不會沒射死吧 完蛋 好 可以啦 這樣會死 欸不過 他的寶可夢好像 本來就都比我慢欸 好像不用零射欸 零射還會擴防禦 好 而且擴防禦的話 反正會怕他快龍有神速啊 好像不用打零射的 好 不過沒有快龍 是不是月一步 月一步的話我們直接開炮 水炮給他封下去 哎呀沒意思 我要祈願 他要祈願守住吧 可是我的水炮傷害很高啊 他祈願只能回一半而已 所以我們只要一直噴就好了 可是他下我還是得死啊 所以...好像沒什麼用 直接收掉月一步 欸 月一步耐久是很高的欸 他一定沒想過我打他這麼痛 所以剛才才有按祈願 喔 這個就是吃火吧 他三隻都是用噁心人的欸 我們這邊亞空獵斬就可以了 欸呀 也是很晃啊 詛咒 詛咒是加防禦啊 這樣遊戲要結束了欸 成功收掉吃火吧 那就感謝指教啦 謝謝 謝謝 謝謝